我國卡巴迪男子代表隊 7月初確定拿下杭州亞運參賽門票 教練和選手們都相當感動 因為男子卡巴迪隊熬了10年 終於可以站上正名實力的舞台 而女子卡巴迪隊上屆雅加達亞運的時候 拿下女子團體銅牌 接一回則是朝金牌之路買進 想辦法突破防守 強勢取分 充滿各種碰撞的卡巴迪 對多數人來說就像老鷹抓小雞 但他其實更像無球版的橄欖球賽 在上一屆2018年 雅加達亞運奪得女子團體銅牌的 女子卡巴迪代表隊 今年杭州亞運就是他們的保牌戰 想要力拚鍍金 成員這次的首要任務就是尊重 上一屆我們平均的體重是大概在 六十以下 然後大家平均體重都大概提升到六十五 所以等於從M號變成L號 甚至有些已經接近菜樓了 從六十增重到六十五 對 但是又掉下來掉到六二左右 對 其實滿困難的 因為增重比減重還要困難我覺得 相較於女子代表隊 已經用成績證明實力 反觀男子代表隊卻是多災多難 台灣其實不差都有實力 因為我們可能有去國外做一些交流 但是都不是正式比賽 就只是一個交流賽 可是對方都覺得我們就是滿有實力的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機會 有一個舞台去展現 就是常常比賽疫情啊 然後或是什麼那邊水災 很多就很不幸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終於讓我們等到了 好久我們沒有放棄 不是沒有實力 而是苦等不到機會 卡巴迪在台灣發展十多年 男子隊卻因為各種因素 遇上國際賽事接連取消 很難取得積分 但今年他們抓緊機會 先後在孟加拉杯拿下亞軍銀牌 更在亞洲卡巴迪錦標賽 取得第三名銅牌 因此才在七月初確定拿下 杭州亞運的參賽資格 這也是雯南指隊的 這十年來最大的一次的突破 我們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參加太多的國際賽 所以我們進來的時候 是沒有資格的 所以我們是以儲訓的身分 那從9千1萬億的薪水來說 其實對選手來說是最煎熬 只要一支力去支撐的時候 其實他們真的很辛苦 打從2018年 他們就以儲備訓練選手的身分 進入國訓中心 領的是最低的9千元到1萬出的月行 苦撐到現在終於拗出頭 四五個學長都已經是大學畢業 甚至已經有出社會工作幾年的經驗了 然後所以當初要回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放下自己手邊所有的事情 加上男生又是第一次 所以大家都比較願意 就是把自己手邊的事情放下 然後回到這個圈子 就是努力看看 練了非常的久 都練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可是都還沒有站上國際的舞台 是因為我們的實力一直都沒有被看見 那到現在這次有機會了 我們當然勢必會去衝擊亞運的牌子 對 我們一定會為這個國家 還有我們這些人 十幾年的付出做一個交代 十年磨一劍是時候讓世界看到我們的硬實力 對 這宋香菱 許兄明 高雄綜合報導